持續的關心疫情 新竹縣在今天新增了三例的確診 都是之前爆發群聚感染的長照機構住民 那麼另外花蓮縣也新增四例確診 有三例來自同一個大家族 他們在防疫期間打麻將 烤肉都沒少過 最後病毒在家族之間傳染開來 其中年紀最小的男嬰才三個月大 那麼另外桃園市在今天確診數 依然是破十的 這十例確診當中有七例 都是家庭傳染 所以提醒大家 家人之間仍然要接受防疫距離 千萬不可輕忽 桃園市衛生所前 集滿要打疫苗的第一類 醫事或非醫事人員 新冠疫情持續延燒 但卻不是每個人都能先打到疫苗 指揮中心十四號公佈 桃園新增十例本土確診 其中確診者接觸者的有七人 另外三人還在調查當中 而這次仍有家庭傳染的現象 那今天的十個人裡面有七個人 是跟家人接觸而感染的 那其中有一個家庭特別 我提出來 他是他回到家傳給他的嫂嫂 那嫂嫂以後再傳給 他的兒子跟媳婦 那以及他的三個孫子 另外在花蓮縣也發生家庭傳染 花蓮十四號新增四例確診 分別是案一三一零一一三一九五到一三一九七 其中案一三一零一是桃園觀音工地接觸案中被感染的公斑案一二六六八的老婆 而案一三一九五到一三一九七發生在大家族當中 據縣府說法一三一九五跟確診公斑住很近 雖然他的足跡多在自宅 但出入複雜 他都是有很多人記錄他的家裡面 跟他在家裡面做很多的互動 包括剛才講的 可能就是這個喝酒啊 然後一些打麻將啊 等等這些社交活動 疫情期間喝酒等社交活動照樣來 害得家中年僅三個月的孫子也染疫 就怕這家族群聚延燒太快 幸福已初步匡列三十名接觸者 並立即進行居家隔離 另外新竹縣十四號也新增三例確診 分別是案一三零九五一三零九六和一三一九三 而他們都是新竹之前爆發群聚感染的長照機構住民 其中案一三零九五和一三一九三 為C機構的同房住民 6月10號因為案一二四七四的護理師確診 被匡列居家隔離 而案一三零九六則是B機構的住民 在6月9號也因為案一二二九一的照服員確診 被匡列居家隔離 現在三名確診個案都在負壓隔離病房治療 疫情爆發的每一天 各縣市政府都盡力圍堵病毒 只希望疫情別再蔓延 華爾新聞綜合報導